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来我们来谈这个 愣言 的修炼方法 我们在这一次的企业 企业营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企业家 这些都是佛法小白很多 60% 虽然是佛法小白 不表示自己的智商 是小白 尤其是企业做得 有声有色 所以其实是很聪明 通常都是阿南 就是比较聪明的人 几乎都像阿南这样 阿南是怎么样呢 阿南就是 我们常常会说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这个人生要怎么过 那我现在呢 得到一个任务 我要怎么运作 就像我们现在呢 拿到一本书 叫做愣言经 我要从哪里开始 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接受到一个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的事情 我碰到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人 你通常要怎么样 那个许医师 你开过的胸是都是同一颗吗 同一个胸脏吗 胸腔吗 同一个人吗 你的病人都同一个吗 不是啊 都是不一样的 个性 形形色色 形形色色 你有 你通常都会第一件事情 先去做什么 就是你接到一个案子 先骂他 先骂他 为什么 骂到他不敢回我的话 然后他就可以听我的 都闭嘴这样子 对啊 真的 我怎么要骂他 因为我是专业 我懂得他都不懂 我看见的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用我的专业 把他压倒 这样子 他以后就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嗯 对 这是一个医生 因为我们医生是看见 别人的看不见 对不对 对啊 也看见了 啊 很多 啊 但是当你还没有得到 这个病人的确切的讯息之前 你怎么让自己从看不见到看见 病这件事情就是专业的 所以我只是注重在这个病 我只要把他治疗好了 他就不要跟我 有关系 有关系 我看不到他的雨跟泪啦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是病人 这是他家的事 我只针对疾病 我只要把他治疗好了 他赶快住院出院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何必去看见他的心不心 那是他的事 通常我们医生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光是 我们把病弄得很清楚 就折磨一身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每天都要看书 我都要了解疾病 我才不会诊断错误治疗错误 我也只能够进这样 看到心 那是师傅的事 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退休了 你已经开始要练习看到心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觉得来不及 因为我没有病人啊 我完成我的任务了啊 我不要再去看病人这一块啊 那我们都是病人啊 对啊 我不舍不得把你们当病人啊 很难 众生其实都是病人 是是是很难 这个要到好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我在当医生的时候 不可能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子 你当不了医生 你马上会消耗掉 这个很辛苦 我曾经看过那样的医生啊 他要治病又要治心啊 结果他很快就折磨掉了 他们不能顺便治心吗 不能顺便吗 因为 要把那一个关心心的那个 那一条线一定要先切掉 是是 那除非他有宗教信仰 不管他信什么教 他有宗教信仰 他基督教天主教 佛教回教拜佛教 他有想要去 他起到信仰这一件事 把他带到他的专业来 或者他一生很辛苦 很辛苦 等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It's too late 太慢了 但是慢也不是慢 慢也不是慢 他要经历这一段 我看过很多医生是这样子 所以他永远是那个 我用我的话讲 他永远是那个死样子 就是跟我以前那样子 但我现在还是死样子的 不能够讲 但是就是当医生辛苦的地方 所以病人如果了解医生是这样子 这样两方面就可以开始沟通 他知道医生 你就理解他 理解他 因为他看不到你的雨和泪 所以你走进医院以前 要把你的雨和泪 像那一只淋湿的雨伞 放在医院后面才走进去 你不要对医生要求太高 讲的太多了 对不起 非常好 对不起 包括我们也不要对所有你觉得的专家要求太高 然后也包括你也不要对法师要求太高 法师也是看不到你的雨和泪 对没有错 是这样子没有 这个沟通很困难 似乎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件事 沟通本来就很困难 因为两个的心看不到 对我看不见你的看不见 我也看不见你的看见 是 问题在这里 所以老师有他的看见跟看不见 学生有他的看见跟看不见 如果两个都看见了 这个就不用谈了 就不用谈了 如果两个都看不见 如果两个都看不见 那小心隐瞒隐瞒 两个都看不见 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关系 没有责任的问题 如果学生看见老师看不见 那你要包容学生 学生比你还厉害 不是 学生就会包容老师 对 那问题就在 我看见你的看不见 这个你要教 就是我看见学生的看不见 这个你要 或者是学生看见老师的看不见 对 这两个是我们要讨论的 对不起 讲太多了 不好意思 美玲 你有看见别人的看不见吗 比如说你家同修 你有看见他的看不见 好来 请分享一下 所谓的看见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妙 就是你知道就是知道 对 常常都是 我跟我同修 常常争执都是在于 我看见 但是他看不见 可是我在怎么解释 在怎么 他还是看不见 因为就很难体会我所说的 那对方也会很有挫折感 所以我就慢慢的修正我自己 就是说 虽然我看到他的看不见 但是我会慢慢 让他感觉到 我也看不见 这样子 因为有一次 假装 对 因为有一次 因为这个是 就是说夫妻常会 会有的挫折 就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同修 他年纪也比较大了 那当然可能在反应上 他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空虚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因为我 我就某些事情 我就会很急的去解释 或怎么 结果有一天 他突然间就很生气的 跟我讲说 你这样跟我讲 这表示我很笨吗 这样子 这表示你很聪明 我很笨吗 我当下我认了一下 但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就想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我的态度跟反应 伤害到对方了 然后我们自己 没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常常夫妻相处 有时候就说 你的好意 可是对方并不觉得是好意 他会觉得他受伤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也看不见他的 他的看不见 也是会有 嗯 对 所以这个也是 我要修的地方 那你怎么 你后来怎么反应 嗯 后来我 我当下我 我嫩做了嘛 然后我会跟他讲说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他已经俩说了 已经在受伤的 那个情绪当中 我就会先走开 嗯 先走开 那慢慢的 我就会找时间 就是 继续若无其事的 过着生活 这样吗 也只能这样 就是让时间 慢慢去扶贫 然后我会 那他多久好起来 嗯 蛮久的 就要过好久 对 会蛮久的 那我也会尽量去 那好了之后呢 你有跟他谈这件事吗 会 会 我会找适当的时机 跟他讲 跟他讲 就是他 我发现他已经 已经稍微 比较那个了 平息了 那可能 那他会不会觉得 你在翻旧账 也不 没有 我会比较有技巧性的 去跟他说 像比如说 当下又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 我知道 我知道他大概是 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我就会 也假装不知道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说 那我就会引导到说 哎 某一天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我表达错了 我也要跟他承认说 我也错了 那没有这个意思 伤害到你很抱歉 这样 嗯 这样会不会好累 嗯 这样好累哦 嗯 大家一直要记住他的点 对啊 对啊 要记住他的那个 看不见 对啊 因为他没有学佛 我没有学佛嘛 那这个就是有学佛的好处 有学佛的人比较累 也不会累 我觉得自己要去转化说 这个情绪不是累 而是提升我们自己的某一方面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医生不敢看见病人的痛苦 因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会掉到对方的痛苦 是是 尤其精神科医师 精神科医师 对对对 所以会被卷进去 精神科医师是所有医师自杀力最高的 因为他进了去 他出不来 除非他学佛 所以要不要进去 你不进去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他 对 是不是 治疗不了他的疾病 因为你 有没有一种状态是你进去了 但是还是没有受那个影响 那就像师傅这样子啊 哈哈哈哈 师傅不会受我们的影响 你可以发现吗 这个很难很难 那 你要修了 我很受不了 这个 但是我会好累 因为我要一直维持自己 自己不要受影响 也许你不累了之后 你就成佛了 对我希望有一天会 没办法 是我们愿意的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我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 对的 对的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很厉害 就是说当我看见别人的看不见 我也没有关系 不受影响 对对 我看见他的 我没有看见他的 看见 那我们通常都会 没办法 处理得很好 所以重点是 要看见这件事 是是是 而不是装作看不见 或者是 对对对 希望自己看不见 这是两种嘛 刚才讲的医生就是 我希望我不要看见 你不要再告诉我了 我如果知道那么多 我会好累 可是事实上 不见得好累 是 因为你要把它当作 慈悲与智慧 因为 看 因为医生就是疾病跟病人 疾病这个是智慧 病人是慈悲 那 那智慧这件事情 你要去学 你要去学很多东西 但是慈悲 智慧别人给你 那慈悲这件事 你要自己来 嗯 你要自己来 没有办法 人给你慈悲 所以这个 这个就很辛苦 所以面对病人 要慈悲 面对疾病 要有智慧 要有 SOP 等等等等 那医生 常常在这两面当中 撞得 头破血流 因为我看了太多医生了 辛苦了 会头破血流 要不然他就 医生也是病人 是是是 有一天医生发现 他自己是病人的时候 就没事了 原来 病人来教他的 嗯 我们都知道 要以病人为师啦 但是都是嘴巴讲 真的从把病人当作老师的 不多 有一天他发现原来病人是他的老师的时候 嗯 他可能痛哭流涕 这件事情是真的 是是是是 是这样子没有错 我我自己啊 这个 我在23岁的时候 我的师父派我去当住持嘛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这是太恐怖了 一个住一个 一个 没出过社会的人当住持 这个是非常颠覆 一般人认为 心中认为的住持 所以从此之后 我都觉得住持是什么人都能当 为什么 住持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连我都能当住持 好 那 那你 你以为认为的那一个住持 那个名词 其实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一个高高在上 好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 啊 其实这个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冲击 我并没有觉得说 哈 你看我了不起 我一下就被师父重用了 不是 大家都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想 哎呀 我知道 因为我有太多 都不会 因为我没出过社会 我必须要对 向社会学习 是 我必须要对所有的一切的大众 我在大众的身上学习 我一直觉得师父派给我这个任务是 学习 所以当 那个菩萨呢 在华言经里面讲 菩萨是怎样 这个菩提在众生中求 菩萨要成佛 要在众生当中成就 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 谁是 谁在肚谁 其实不是 不是谁在肚谁 是病人在治疗 医生让医生的病好 我们医生在医学院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说 要从以病人为师 要从病人上 但是这是讲爽的 深邓的医生很难把病人当老师 因为因为 因为医生已经是像神一般存在 病人就是靠医生 是 所以当那个病人 你把他当老师的时候 老师的教会有时候是 增上岩 有时候是逆增上岩 他来修你 你的 比如说你先生 你可以把他当到你的老师吗 你可以把他当到你的师父吗 不太可能 因为他给你的是逆增上岩 对啊 我对啊 但是很难讲 你嘴巴这样讲 回去以后对上他了 对不对 家里那个该死的 对不对 我是讲我自己的 我不是讲你 你已经修好了 我在家里就是这样 我可以把我的同修当老师吗 很难 都是那个该死的 对不对 所以病人也是这样子 你会笑吗 我说对不起 我讲的很重 如果我们今天把病人 第一次看到 原来谢老师第一次来 你把你的学生当老师 就没事了 那这样讲很简单 学生折磨你的时候 你把他当做逆增上岩 这个很厉害 那病人就打不到你的 而且你可以跟他真的学习 因为他给你的是逆增上岩 天底下最难的是 是逆增上岩 你认为是你在被他修理 事实上他在教你 但是你很难看到这个 这是最难最难的一刻 很难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可以了 你试试看 你如果认为你已经可以了 那你才难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因为你一下子就 就没了 但是这没关系了 这因为就是一次又一次 就怕你没有看见 你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你看见你自己了 我们叫做反文字性 这个是重点 你看到你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才重点 对不起 讲得太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还蛮妙的 苏德正你要讲什么 你有什么 你这样讲有点狡猾 你要讲真实的话 一直都是这么的狡猾 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重点是他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我看不见你的看不见 事实上我 我是什么都没看见 确定 我是努力在 希望在往看见的路上 中 希望能够 从老师师傅还有各位法师 还有那个 各位 同修到面 一下雪池就对了 来来来 给那个永昌 永昌这一次度了 他的儿子终于出现 你看这个爸爸呢 跟这儿子 这一辈子 第一次同台 同桌 同事 是吗 同学 我是很希望我儿子到道场来 来这边当助工 或者亲近这个活法 我这个儿子很奇怪 嗯 他的确蛮奇怪 他吃素 吃素 而且 蛋也不吃 奶也不吃 有沾到动物 他一看就很奇怪 有沾到动物 那个什么 烘蜜 他那个都不吃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他这个孩子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 但是叫他来 归医 他又不要 他不用啊 因为他就大师 他为什么要归医 叫他来道场 他又不要 嗯 然后他有一天 到那个 四十天去吃饭 那个对面就 就做了一个 那个老菩萨 就这样 一直盯着他看 看了老半天就说 哎 我觉得你是上辈子是 修道人 嗯 嗯 就是 好像上辈子是出家人 就这样子 你有感觉到吗 你们家有一个大师在家 这样 然后他 他每天早上会 练那个愣眼睛 练一整愣眼睛 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没有叫他面 是不是 没有 那你赶快去问他 愣眼睛啊 他一定是你的 愣眼睛的老师 哈哈 你不要把他当儿子哦 然后他那个 有一些 黑魔法的概念 都比我太太还好 嗯 所以这个 不是比你还好 是比你太太还好 是吗 哈哈哈 是不是说跟你比 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好 这样 不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 你没跟他谈过 他也没有来听 听师傅的讲经说法 嗯 所以有一些 哎 关联我们就是 你不知道吧 嗯 因为你们应该说不上话吧 嗯 说话也是可以啦 但是很少啦 很少互动 很少互动 嗯 你们就是室友就对了 因为因为他 他也是很忙啊 嗯 所以我是希望他到道长来 他这个 我有一天想要跟他 好好 见见面 我在想要知道他 到底是怎么过他的人生 很妙哦 落到你的家里面的一尊 大佛这样 你只有这个小孩 你只有这个小孩 两个 两个 这个比较奇怪 哎 对这个比较奇怪 这个很特别啊 嗯 他 他 他吃 小孩子很特别 他吃 他也自己吃 他吃 他是绝顶聪明 啊 因为我们那一天听他讲话 他是绝顶的 没有 那种 我觉得他也不是很聪明 因为是爸爸你知道吗 爸爸都会这样子哦 但是但是因为他 他不会跟别人讲一样的答案 他讲出来的话 他都不跟别人一样的 哦 有吗 大家知道哪一个吗 哦 他 他其实是很妙哦 他就是 在分享的时候 他是很厉害 群众当中 他不会跟别人一样 哦 有一些人 他是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他是很自然 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看法 就是异常的冷静 哦 所以各位 我们通常对自己不自信的时候啊 你会看别人怎么样 然后就说什么 就像苏哲正说 各位师兄都讲得很好 哦 就是这样哦 哦 那那那因为他他怎样 他他 他想要求人和 哦 他想要求人和 他希望 大家维持表面的和平就好了 哦 免得呢 我等一下讲我的意见 等一下被攻击怎么办 这样哦 但是呢 有的人是很清醒 他不会不会管别人怎么样 我我我 我认为这是对的 我就会讲 啊 像许医师就是这样 啊 然后是最 讲完了再说 我讲太多了 啊 啊 啊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 每个人心里面 不管你认不认同 你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啊 你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吗 啊 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是对的吗 是不是 你如果来这来来师傅这边师傅跟你说 要听妈妈的话 但是还是要思考一下合不合理 哦 我觉得要不然 如果妈妈的话是错的呢 因为他的妈妈也不一定教他 妈妈的妈妈有在教吗 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有在教吗 是不是 我们怎么长大的 我们除了在家里面爸爸妈妈教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没有教啊 就像永昌 他觉得 我也很少跟我儿子讲过话 所以他 他没有 没有啊 没有这个来源啊 那他怎么学 他可能看 媒体 自学 或者是他朋友 或者是他在工作当中 乃至于他在这个世界 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这挫折是他的老师 啊 失败是他的朋友 乃至于 病人 这些病人啊 疑难杂症 啊 刚好让 这个医生啊 啊 锻炼他的医术 是真的 因为有 有一些病 是很奇怪的 他怎么会出现 他要怎么治 他需要有步骤 啊 那 通常我们接到一个case 都已经是满身的 病了 他不是只有局部的病 通常这个病都是 啊 如果 这个 他会发病 他会发作 通常已经 还蛮严重 才会 送到徐医师的手上 嘛 对不对 啊 因为你叫重症 啊 他人是重症的 啊 他手上拿着一把刀 是要把人家的身体 剖开 是这样子的 啊 他不是小感冒 啊 那 他是一个很严重的 生死攸关 的问题 但是通常这时候呢 他那个问题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 不是一天两天的病 就不能用一天两天的方法 马上见效 啊 所以术后 如何修复 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可是如果我们只是 开刀 开完 就没有我的事 你很难照顾到他的术后 所以一个好医生 要变成病人的终身朋友 你不可能 对病人不闻不问 因为他会回来看你 他必须要回来看你 回诊 所以你说 能不能顺便照顾一下 他的心 是可以的 只是 我们要 切换 你看病的时候 就把他的病 拿来好好的治 顺便关心一下 但是 当他离开你的视线 他的人生 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他要负责 他自己的人生 观世音菩萨 坐在 任何一个道场 就是在看着 所有的人生百态 你来了 你有求了 必应 一定要应 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了 那 我看见 你的 看不见 这是佛陀 是不是 那佛陀呢 要 让阿难 看见 因为他现在看不见 如果我们从 左边到右边 就是阿难 他不知道佛陀 他悟到什么 他没有悟 所以他来学法 他就是一知半解 我们读佛经 是不是很多都一知半解 读半天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 感觉好像做不到 因为佛经里面讲的方法 怎么都这么难 基督教说什么 神爱世人 如果有人给你打一巴掌 你要怎样 你要把另外一张脸给他打 对不对 这已经很恐怖了吧 是不是 还要带终生受苦 还要钉在十字架上 以前有一个笑话 就是有个小孩子 非常的提 后来呢 照顾他的那个老师 就把他带到教堂去 从此呢 就很乖 因为他看到有一个人 被吊在那里 这样 是不是 这个上十字架 这件事情呢 好像很可怜 很牺牲 那基督教很难 因为信完了 要变成这样 那我们来信佛好了 结果呢 佛陀有讲 带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这就是菩萨 那佛陀说 如果有人 要 夺你的位 你就要把位置让给他 就是他想要当国王 那你就给他当国王 那这在当了国王之后呢 他说 我没有奴婢 那你就要当他的奴婢 而且还要当很开心的奴婢 有办法吗 你要甘愿当他的奴隶呀 有没有 今天 如果呢 那永昌的儿子有一天 当住址 你愿意当他的学员吗 可以呀 先当住址再说 老爸来看看 你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 这做得不错 是不是 我们会这样啊 因为出于一种 自己对于这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些评价嘛 我们有一些身份 那这个人他本来是很烂的 所以他凭什么比我好 如果这个人本来就很好 他做你的顶头上师还心服口服 对不对 可是偏偏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家的程度到底 哪一个是真的有水准 你不知道 所以呢 造成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我看不见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我也不想知道 那等到呢 我知道的时候 那已经是事件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就是凡事啊 千金难买什么 草之道 但是 佛陀是知道的人哦 佛陀要看见阿难的看不见 佛陀也看见众生的看不见 但是佛陀不会说 啊 你看哦 前几天 有一个人就跟师父抱怨啊 他说呢 哎 这个我 我有点烦恼啊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啊 这个人的个性怎么这么不好啊 哦 那个人都在吵架啊 然后我就 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 啊 怎么看这件事啊 怎么看这件事啊 他就说 啊 那他们家的事情啊 那是他的个性 那个性本来就这样 啊 是不是这样 哎 这个人个性就这样啊 知道就好 咱要醒就好 是不是 那个美玲 你说 你的同修没学佛 对不对 好 那你就理解他 对不对 可是你也没有想要帮助他 因为他 没有办法按照你期待他学佛的方式 学佛 虽然你学得很好 可是你度不到他 因为你接受他的状态 就像我们说 这个人脾气不好 啊 咱要醒得好 我们就离他远一点 免得烧到红台背 不要踩到他的雷 有没有 好 请问 有没有人身处地雷区 好 我告诉你 我在道场里面 到处都是地雷 是不是 你以为你用躲的 你就可以不用踩雷吗 你以为这样子吗 那如果我今天 是我 我就说是我 我看到了这个情况 我会看到一个地雷 我看到好多个地雷 我的方式是怎样 你的方式怎样 我不可以让自己陷入危险啊 所以要怎样 啊 啊来来来来来 这个陈振兴你是怎样 玉石俱焚跟他拼的这样 是吗 你看你用闪的 你就闪不掉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雷太满了 太满了 那真的 如果遇到这个状态 就拆弹 不然怎么办 哎 这是重点 但是你要拆弹 你要怎样 你是不是要知道 对地雷在哪里 这个雷 隐性在那里 对 然后你怎么拆 对对对 你要知道那个雷 是怎么摆兴趣的 对对 啊因为你如果拆掉 啊如果那个 埋的人又埋了呢 你以为拆掉了没事的 结果哦 你这下一次又 又中奖了 对不对 我把他给 哈哈哈哈 这件事情是很难哦 因为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楞严晶 是在拆掉那个 雷啊 啊 啊 就是 要 你说这个人状况很不好 这个人都没学佛 是 大部分的 娑婆世界 的众生 都没有学佛 即使有学佛 很多这是假的啦 他只是来上一堂课 他就号称他学佛啦 他只是去归一个音 他就说他学佛 其实他归一的时候 只是baby被抱去啦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是 是否在学佛嘛 好 那我们只是号称我们在学佛 可是我们都没有把佛 当成一回事 因为我们就是学 的时候很认真 然后离开道场 就把佛放在道场了啦 所以佛像都一直呆呆造场 没有跑到你家 啊 如果要跑到你家说 师父我家不方便啦 是不是 我们做生意的 我们不可以给人家 贴标签啦 啊 大家了解吗 啊 那你的小孩子学佛 啊 我们不要勉强人家啦 是不是 我们要民主 啊 是不是 好 要不然就是我叫不动 我没办法 我们没有把佛的这种啊 法哈 把它拿出来用 那唯一拿来用的最快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当成佛 这样了解吗 我我就是佛 我就是菩萨 我就是菩萨 我就是要来解决这件事情 好 医生也是这样 这病人推到你这个面前 然后上面写主治医生 主治医师许南荣 你得要治他 因为你是他的什么 主治 但是如果主治医师 是陈振兴 许医师看到说 啊 这陈振兴的case 你去找他 啊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做 大家了解吗 好 请问主治医师 某某某某 那个某某某 你可不可以自己填进去 你要自己填进去 因为这个病人出现在你面前 这个地雷出现在你的周边 他就是你要处理的问题 众生无边试院度 请问众生在哪里 那众生来的时候都是不知道啊 都看不见啊 都没学佛啊 那你就要怎样 就是让佛陀 佛陀的工作啊 就是让看不见的 看见的 好 你知道 而且还能改变 你知道还要改变哦 这件事情就要学习 学佛是要学 这个 要学方法 我总是在想 那然后呢 当这个人告诉我说 啊 这个 我都看到很多人在吵架了 然后那个人脾气不好了 那我问他说 那你怎么样 他说 师父 我就闪他 离他远一点 就是陈正兴 有没有 哎呦 离他远一点 我以后 他很抱歉 他就在你身边 他就是你的同事 他就是你的同学 他就是你的家人 他就是你 自己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要 让 所有看不见的人 看见 就是 在愣眼睛里面 佛陀 要 为阿难做的事情 不要让 阿难 从看不见 变成看见 叫做开悟 要开悟 好 但是问题是 开悟这件事情呢 必须要怎样 要知 知道 怎么做 所以 赫则神会禅师啊 他就讲啊 知 赛亚的这个知啊 知之一致 众妙之门 你要知道 知人 知面 还要知心 你要知道这个心 你只要负责知道 但是你不需要背着他的心 要不然你会痛苦 为什么刚才说 医生不能够太知道病人的心 因为你会投射你的感情进去 我了解了他 我为他的故事 留下了我的眼泪 你的心啊 就已经背住他的业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你们哦 要注意哦 帮人家超度 都会背人家业障 你会不会背人家业障 会不会 会痛你会不会背人家业障 业障 什么 没有供业 哪里来的业障 谁的业是被你背的 没有啊 没有业障 你没有业障哦 对啊 没有供业 哪里来的业障 我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都在供业当中嘛 你才会看到你跟我嘛 可是呢 当我看到你的业 我就背了你的业吗 我看到你的肚子痛 我看到你肚子痛 好可怜哦 但是你会痛吗 你的肚子会痛吗 小心 你的小朋友 有没有肚子痛过 有吗 有哦 好 他很痛的时候 你会不会痛 我好像也有一点病病的 对不对 你会跟着病嘛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那他是你的小孩 你很爱他 所以当他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也痛了 不是被他传染 是因为你的心 对 去跟他的心 相感应 对 有相应 你感受到他的痛嘛 对 那这个就是这样啊 当我有感情的时候 我的情会 依附到这一段 关系上 会攀上去 好 但是 你的感觉 很痛 能不能够帮助他 比较没那么痛 不行 对啊 那你干嘛 白痛 你听得懂吗 你这样子只是多一个痛 我们如果要当观世音菩萨 有这个责任 有这种机缘 你就要记得 知道痛 但是不要 接受那个痛 好 知道那个痛 但是不能接受那个痛 要不然你痛不完 观世音菩萨 如果牵住祈求 牵住印 古海常坐 渡人舟 然后他看到一堆 悲惨的世界 然后他自己就忧郁症 需要去看 观世音菩萨 需要去看医生 请问他怎么当观世音菩萨呢 大家了解吗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叫做入流 入流 入流是什么 入流就是回到你的心 回到你的心 在九十二页 大家看哦 出于文中 出于文中 入流 往锁 在第二段 第一段呢 是观世音菩萨 意念 他自己过去 在 刚开始 当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耳食 我还是一个菜菜的 是不是 刚开始啊 第一次啊 请问观世音菩萨 他是因为 无数恒河沙节以来 他一直做 度众生的工作 啊 度众生 千金百战啊 所以他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 变成现在的无敌 千处祈求千处印 是不是 所以各位 当你的年纪见长 你就有这个资格告诉别人说 我已经看过人生 没什么 啊 是不是 没什么 因为你该看的 都看了 不该看的 也都看了 是不是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哎呀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在这百年之内 的什么变化 啊 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去 听这个 历史的分析 啊 乃至于这个 啊 政治的辩论 啊 那各式各样的谈论 其实不过就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现在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 啊 每一个事件都有它的前因后果 但是我们的认识呢 也就是这一生 是不是 啊 那这一生呢 我们也足够了解的 那可以说叫做大佬 对不对 啊 叫做博士 那 佛法的这一条路 也是这样 他就是有经验 老生常谈 你就觉得 成佛 度众生 不困难 你只要有经验 但是 所有经验老道的 仕途老马 他都有 第一次 所以观世音菩萨 就在讲 他第一次 他的第一次 就已经注定他未来的成功 所以各位 你不要一直觉得你是初学 你还不会学好 就先设定自己没有办法学好 大家了解吗 那刚才呢 我们那个小姑娘啊 他跟我说 他说他那个会懂的小朋友啊 他会提拉皮斯 对不对 他是健身教练 他是有牌的 有执照的 然后呢 我说 那你一堂课多少钱啊 他说呢 有这个一堂课 这个两千块 一个小时两千块 我就想 哦 还可以 他说 但是有那个一堂课三百五啊 我说那为什么有这种差价 怎么有这种差价 那你一样花一个小时啊 啊 人的身体不是同一支吗 同样都是人的身体 都是要带给人家健康嘛 那为什么有的 你收费收两千块 有的收费收三百五 是怎样 收三百五的 你就给他随便摸一摸这样 我说没有 没有 因为啊 我才刚刚开始嘛 我还没有那么知名嘛 我说那你不要做了 你不要做了 你要从一堂课三百五 到有一天一堂课五千块 人家会说你变傲慢了 那你从一堂课三百五 到后面还是三百五 人家会说你这堂课没有价值 那你不要做了 是不是 你一开始就不可以这样设定你自己 我们有一种贫穷的心态 我是穷小子 我哪有那个资格 各位法华经有没有读过 法华经呢 就讲这件事情 有一个穷小子 他流浪 其实他小时候呢 是一个有钱人的孩子 有钱人的孩子 可是他走失嘛 走失之后呢 他就到平民窟 去当流浪汉 好 那因为他每天都跟平民窟的流浪汉在一起 到处流浪 看人家脸色 然后为了一顿饭 他就要到处去祈求 各位 你有没有接过电话 我们这里是某某银行的信用贷款 然后请问你有贷款需要 没有 我们有钱 你听得懂吗 不要吵我 我正在 我在开会 我不需要 然后顺便送他两句 是不是 你想想看那个对面 对方的那个人 可能是你的孩子 正在做他第一份工作 他第一份工作能做什么 就是打电话行销啊 要不然怎么办 他打电话去 他害怕对方挂他电话 他要挂一百次 为什么现在小孩子 现在年轻人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 他宁可做网红 他自己拍 自己自我感良好就好 因为他要面对这么多的挫折 面对这么多的脸色 你觉得他会有信心吗 他不会有信心 所以乞丐就是这样 养成乞丐的心 养成 我不是什么东西 我已经每天为了讨生活 我都快过不下去了 我只能在垃圾堆里 吃垃圾堆 人家不要的东西 我从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可吃的 这样子的心态 久了 有一天 他回到了 他的家乡 他也不知道那是他的家乡 远远的呢 就看到一个很有钱的高贵的长者 雍容华贵 旁边都是仆从 然后前呼后咸 哇 他在旁边远远的偷看 哎呦 这个地方不是我能来的地方 这是皇宫 这是总统府 我们不能靠近 是这样 可是远远的那一位长者呢 他一眼就看到那个穷小子 这就我儿啊 我的孩子 纵使流浪了几十年 我依然一眼就可以看出 他就认出来了 所以这个长者呢 就很着急 赶快叫旁边的人去把他找过来 旁边的人怎么知道 那是他的小孩呢 不知道 以为 哎 我老板说要抓人 我就赶快去抓人 是不是 就冲过去 一副要把人家宰了的样子 哇大榜 是不是 左右夹齿 就把人家找回来 所以呢 这个穷小子啊 就吓晕了 吓晕了 他说 我没有 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要做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这样 称怨大患 这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一段 好 谁是穷小子啊 苏哲郑 你是不是 就是 看表情就知道 还不承认 是我吗 我明明还蛮有钱的 谁是那个长者 佛陀 佛陀要你 成佛 你怎么想 我是哪根葱 我可以吗 有没有 你看 有没有 马上承认了 就这样啊 而且还晕倒 师父每次都叫人出家 我俗颜未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佛陀派的我们这种 不太会度众生的人 想要把你五花大绑回去 然后就 我又没有怎么样 干嘛 强迫我 就这样 这就是法华经 法华经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研究的是 为什么这个乞丐 忘记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他忘记了 他不知道啊 所以佛陀要让他回来 继承家业的时候 他是吓死 因为他都还没有了解状况 就先晕倒了 所以各位 你认识你自己吗 你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我这辈子是 从谁的肚子生出来的 可是你知道 你的前世又是什么吗 好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讲那个关心意志乡 很有趣的一个公案 但是 云居道因禅师 爱他的侍者 送一件 裤子去给一个修行的人 送裤子去给一个闭关的 一个修行的人 道人 结果呢 那个道人说 啊 不用 我早就已经有娘生之裤了 就是我生下来 我就有裤子了 我不用这个裤子 一般呢 在 在住在山里面 那个就很 很简薄嘛 他就只有身上只有一套衣服 他没有替换的啦 就穿着穿着破了 然后裤子就破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道因禅师呢 要送裤子去给那个修行的人 那修行的人 不用不用不用 我已经有裤子了 他意思是说 我够了 我不需要再多余的啦 好 那 诶 就被退货吧 好 那道因禅师呢 就找这个适者 再去问他第二句 他说你知道呢 你有 娘生之裤 但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的娘还没生你的时候的裤子 是什么 娘未生死之裤 裤子啊 有吗 大家有没有穿裤子啊 这件事情很妙 他没写是内裤还是外裤 但是呢 他就回答不出来 他没有听过 人家还在问他 还没生下来的时候的那件裤子在哪里 没有哦 苏哲正你有没有生下来 你有没有穿裤子啊 没有哦 所以此裤非彼裤对不对 诶 这裤子是什么 你想讲话是吗 你想要分析一下这个公案 对不对 有吗 但是好 没有关系 我们来谈 这个很妙 就是禅师在讲裤子 一定不是在讲那个裤子 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 我不想要花裤子 我要西装裤 他不是在讲这个 他说他已经有了 但是他回答不出来 娘未生之时 他的那件裤子是什么 诶 好 然后 或没有多久呢 这个修行人就往生了 那往生的时候呢 诶 他很有福报哦 修得很好 所以他烧那个舍利啊 非常非常的多 烧出很多很多的舍利 通常烧出很多舍利的人 就修行修得很好 持戒持得很清净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舍利 就有人把他的舍利呢 拿去给那个云居道英禅师 他说 师父 报告师父 你前面要送他裤子的那一位 哦 他有这么多舍利耶 是不是 那云居道英说 啊 纵然啊 有千壶万斗啊 纵使他这个舍利烧出这么多 这么多了啦 这不如呢 你当时啊 回答出我这一句问话 因为当时他回答不出来 表示他没有悟到嘛 对不对 你修得这么的好 可惜啊 你没有悟啊 烧出舍利 又如何 有点可惜啊 好 那我们就知道哦 诶 这个 知道这件事情哦 你要一直知道哦 你如果一直都不知道哦 你纵使见到了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很抱歉 你不认得 这流浪汉就是我们 好 是不是 因为我已经在三界这种环境 这个朔博世界 已经看到太多太多的失败 太多的恩怨情仇 太多的贪心 没有一个人不贪心 没有一个人不自私 所以你以为你必须要这样过 你以为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你对自己的认识 已经慢慢的忘记 所以你没有回家 等到你真的要回家 你很不熟 很不熟 所以呢 这阿南啊 他就在回来佛陀的坐下的时候 佛陀第一件事情就问他 心在哪里 今何所在 为心与目今何所在 好 那我们再回到呢 观世音菩萨 第一次当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他说什么 来 世尊意念我习 无数恒河沙节 于时日有佛 出现于是明观世音 好 有一尊佛叫观世音佛 我于彼佛 我于彼佛怎样 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 我在观世音佛的座下学习 就像我们现在在释迪 就像我们现在在释迦摩尼佛的座下学习 释迦摩尼佛教大家什么 观世音佛教大家什么 教大家四个字 发菩提心 好 发这个字叫做动词 有没有 这是动词 发 发什么 发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 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 菩提心是谁的心 自己有心 对不对 我们有菩提心 好 然后发菩提心 是什么 就叫发心 对不对 发心 什么叫发心 我知道就是要捐钱 捐钱也是一种发心 那还要捐什么 不只是捐钱 还要什么 还要捐人 对不对 还要出钱 还要出力 还要出你的心 还要用心 还要怎样 还要 关心 然后还要怎样 还要 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就是刚才讲 看到地雷 我只要负责不踩雷 就可以了 妈 不行 因为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地雷除掉 旁边有一个瞎眼的 后边有一群瞎眼的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你这个团队里面 只有我眼睛睁开 全部都是瞎子 你觉得他们不会踩雷吗 到时候爆炸的时候 是谁被炸到 谁被炸到 全部一起死 大家了解吗 这个全世界都是面临这种问题 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失控 全世界通通都买单 有没有这样 你以为 啊 没关系 这不是我家的事 是吗 你一起在共业当中 你不可能 不管 你也不可能 管不了 你一定可以管得了 只是你不管 你会让他变得不可收拾 所以你要有那种 我就是这件事件的主治大夫 我就是主要负责人 这叫做住持 这叫住持 叫发心 我发心 这不是我的事 吗 不是 这一定是我的事 因为被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发现了 我就来帮忙拆 只是你需要 学习 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股脑的热情 就可以处理的 因为你会好心做坏事 好 那我需要学习 我才有办法帮得上忙 所以首先要先认识 自己的心 什么叫做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 所以佛陀教我们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什么 就是 只要师父请你做的事 你都 接受 为什么 因为师父请你做的事 都是道场的事 道场的事 你愿意做 你就会学到东西 因为接下来 你只要在佛这边领任务 之后 之后 闻 思 修 入 三摩地 闻什么 闻生 就苦 闻生 来 思 来修 是不是 但是 但是闻 他不是只有在 反会的时候才听 不是上课的时候才听 不是我爱听的时候才听 你随时都在闻 随时都在闻 那随时都在闻 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但是你不能被干扰 因为很多人很怕吵 对不对 怎么都这么吵 怎么都这么吵 好 我在讲 就刚才讲 有人说 师父 我跟那个 我看到有人在吵架 这么好可怕 他们好凶 他们 很无聊 每天都是吵不完 然后我都觉得 很受不了 来 那你这很受不了 这件事情呢 你看到的这个吵架 然后呢 你就是 没关系啦 这是他们的事情 请问这样子有用吗 这样子没有用 这样子你没有发心 你只是 没有被波及 然后你只是在忍耐 大家了解吗 你看到这个状况是这样 你接受了他的问题 你接受了现在的现况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没有想要改变 你不叫做发心 好 好 那怎么办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啊 嗯 可是 总是要有人开始吧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就做了一个开始 是不是 如果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 有机会学佛吗 是不是 如果以前的人 没有那种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我们会有机会 遇到佛法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 愿意去做观世音菩萨 我们会遇到菩萨吗 我们身边的人全部都是小人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 反正这时候世界都这样 那请问你是谁 你就是那个小人啊 你依然是一样啊 你不会改变啊 但是 如果全部的人都是 小人 都是贪心 但是我 我愿意 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菩萨 我做一个那个唯一的 那一个菩萨 刚开始是唯一啊 你会发现什么 哎呀 开始有的人 遇到了菩萨之后 他会被改变 众生是 至少门前雪啦 我们顾好 我们自己就好了 别人吵架是别人家的事啦 但是菩萨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状态 他想办法 首先 自己 不要受伤 所以为什么要入流 出于文中 入流 网索 就是把什么 把 环境 还有他人 造成的伤害 干扰 降到最低 降到没有干扰 没有影响 叫做网索 有网索 其实刚才呢 徐医师问我一个问题啦 就昨天吧 前天 他问说师傅 你好像不太会被干扰 是吗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 这个是 不是只有在上课的时候 甚至于在各种状态 因为 太多的情况 会干扰 我们 其实我自己就 突然就回想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真的有效 因为我是一个 敏感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敏感的 会想太多 会想很多 如果有一个人 以毒不回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封锁我的 有没有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的 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其实只是以毒不回 但是如果以毒要回 我常常就想说 我必须要回 要不然我以毒不回 很多人会起烦恼 所以我毒嘛 对不对 那我要回 可是我又没有时间 好好的回 我就先按一个贴图 其实还是没什么诚意 就是 好棒 是不是 你最好是 还是要写一点什么 可是 可是你要写什么 你才能够适当的表达 有些人对你的回应 你回一句之后 他又跟你讲两个小时 是不是 师父回应我了 好棒 然后就没完没了 那你不回应也不行 他会伤心 那你不回应 他可能又想太多 你回应了 你要解释很多 所以我就常常介于 这种痛苦 我好不容易解释了好久 好久好久 然后心里面就想 我干嘛跟你解释那么多 是不是 可是 可是如果我不去处理 那对方会伤心 他会想太多 绕圈圈 但是我为了要处理 不见得处理得好 然后我自己也好累 好累 那这个事情呢 就会必须要一直练习 你要练习什么 你要练习 你处理 但是你要入流的处理 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通章 就是你要提 但是你要处理 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感情 放进去 要入流 那你要怎样 不要感情放进去 你要把自己的心守住 哪一个心 菩提心 好 攀缘心 处理事情 但是菩提心守住 攀缘心是什么 就是说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他叫做随缘 随缘 是不是 这个人 是 一个 科学家 你用 很逻辑的方式 跟他相处 这个人是艺术家 你用很艺术的方式 跟他对话 这个人 他喜欢吃 你用吃来度他 这个人 喜欢美 你就让他看到 佛法的美 这就是随缘 这就是随缘 应激 乃至于 因才失教 这个人没有什么信心 你给他鼓励 这个人已经太傲慢了 你要绰绰他的锐气 但是在这个方法当中 都是攀缘心 这个都是攀缘心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但是你从来没有为了这些事情 而增加你的爱跟恨 你 接引他 不要日久生情 因为你日久生情了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接引下一个 大家了解吗 这是什么 因为菩萨 度众生会 会有挫折感 你有挫折感 你没办法当菩萨 有没有 好 徐医师 你如果开刀 开失败 有失败有成功嘛 对不对 失败之后的下一刀 你会觉得 你的心有没有受影响 高师我的经验 这种失败要两个礼拜 如果两个礼拜 你还没有恢复过来 你要看精神科 你要去失职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礼拜 会影响到你下一刀 是的 对不对 所以心脏血管外科医生是最恐怖的 他每天开 下面急诊室就来了 你还没有调整好就一个就来了 马上就开了 所以心脏血管外科医生都怪怪的 不能够有情感 因为他没有办法 很辛苦 不能有情感 为什么 因为他会影响你的感情 的偏离会影响你度众生的品质 我们都不是已经修到像佛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我现在的情绪不好 你要去度众生是很困难的 我今天要讲这堂课 如果刚才我在那边发脾气 然后我现在来讲 我没有办法好好讲 所以平常的生活 你要学把法学好 你要把法红好 你不可以让自己太多的烦恼 所以叫做解形 因为你说的是一回事 你平常的行 它会影响到你的说 你的解 所以 为什么修行是这么的珍贵 因为修行是骗不了人 它不是靠嘴巴说 这不是靠嘴巴 不是你理解多少的佛经 你就可以修得很好 这是很真实的 所以 你要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各位 当菩萨在无数恒河沙节 那个时候 发菩提心 在那个时候发菩提心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 请问你那时候在不在 苏德圣你在不在 你应该在吧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在 我们这 重处于同一个时空 是不是 小金你在不在 在吗 一定在 但是在这个无数的世界 无边世界当中 有一个人 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发菩提心 从此之后 佛就教他 闻思修 入三摩地 如此经过了无数节之后 他成为观世音菩萨 我们也在那个时候就存在 如此经过了无数恒河沙节之后 我们依然是众生一枚 你到底在浪费什么时间 我们在浪费多少的时间 还在这个地方选择 我要不要 归一 有没有 还有很多人说 我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归一 是不是 你连归一都要考虑 那就更不用说 发菩提心的 归一已经不错了 我归一佛 我归一法 归一生 我学学看 如果菩萨说 我学学看 我考虑一下 是不是 我才刚学 我不行 我是哪根葱 我度不了 那么多重生 你就继续装 大家了解吗 为什么菩提心 说要发就可以发 因为人家菩萨就是这样 他就告诉你说 我就发菩提心 然后佛就说 好 文师修 就这样 他有在跟他讲什么 三藏十二部经 有跟他开什么 愣言经 秒懂 没有 都不用 不用一千日 大家了解吗 你当下你就 说做就做了 我要修就修 所以受菩萨戒 其实很简单 他连一天都不用 其实一天都不用 但是因为众生会 喜欢有这个仪式感 所以就要有四天的 刚刚那个中台才四天 我宣布我是菩萨的 你宣布也没有用 你早就是菩萨了 你只是再去确认一下而已 再确认 你不要去受那个戒 你依然还是可以当菩萨 你只要发菩提心这件事情 一瞬间就可以决定 这个众生在你面前 你要不要救他吗 你要不要救他 当然要救啊 是不是 徐医师的第一刀 他前面也没练习过啊 是不是 所以第一刀如果没有成功 他不会有现在 所以要谢谢那个病人 竟然成功了 活下来了 所以造就了他后面的精彩 现在没有拿刀了 就觉得人生有点落寞 但是你的那一些丰功伟业 是真的是大一王 但是的确也要感谢 这众生的命啊 真的是命不该绝 是不是 命不该绝 他活了 太感谢了 所以一个好的病人 他会造就好医生 我每次都会 就是要生个病 因为我要去度医生 是不是 是不是 是真的 假装生病 然后要去度医生 佛陀也这样啊 佛陀生病啊 需要喝牛奶 那阿南呢 就去跟那个牛的主人化缘 那 跟牛的主人化缘呢 那主人说 哦 那你如果要 去 那个要有牛奶 那我家的那个牛 他的牛奶 是小牛的 你要去问那只牛啦 你要跟那个小牛讲 你看这个主人很有 修为哦 那阿南呢 就跑去跟那个小牛 跟他沟通说 小牛啊 小牛 你可不可以今天啊 把你的这一份牛奶啊 那你可不可以供养给佛陀 啊 因为佛陀 神病了 他需要喝牛奶 这只小牛呢 很开心耶 啊 说我愿意啊 这小牛不知道怎么讲的 大概点头还是什么啦 反正他就是 我愿意 而且呢 他还发愿哦 啊 他说我愿意呢 以我这一餐不吃的功德 供养佛 啊 希望将来呢 我也可以称佛 这样啊 哎果然呢 在多生累劫之后啊 他真的成佛了 叫做乳光如来 啊 哎 真的有这件事耶 连牛都可以发菩提心哦 啊 牛为什么可以发菩提心 只要是 一切众生 都可以发菩提心 只是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可以发菩提心 学佛的简单就是 当你皈依佛 其实你要自皈依 自皈依 皈依自己的菩提心 然后发菩提心的方法 叫做法 佛法 帮助别人 又帮助自己 叫自觉 又觉他 好 那 担心的众生呢 你就修不敬观 称心重的众生 修慈悲观 愚痴的众生 因缘观 业障众重的众生 念佛观 散乱心 所习观 佛陀的药啊 这个法就像药一样 治我们的病啊 那这个病啊 你要治 你得要用药啊 你要吃啊 按时服药啊 那你随时都要吃这个药 啊 有这个药啊 我们用在自己的心 有效 你就可以教别人 哎 这个药很好用哦 你这样子用 你就可以学得很快乐 学佛学得很快乐 是这样 就昨天有一个 前天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他是 那个 媳妇啊 那他学佛了之后 很痛苦 他痛苦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好媳妇 但是每一次要拜拜啊 拜祖先 都要 杀鸡杀鸭 还有要煮那个喇 喇嘛 有没有 你们是媳妇有这样吗 啊 做媳妇的 啊 这是一个 很重视传统的家庭 那以前是婆婆在做 结果这几年呢 就要换媳妇做 结果媳妇因为学佛 他就很 痛苦 他说他不可以 可是祭拜祖先这件事情呢 是家人很重视的 所以婆婆呢 就很生气 她说 你不要煮我煮 然后就发脾气煮 是不是 可是这样子 就相处很痛苦啊 平常没有痛苦 只要要拜祖先就开始痛苦 平常过得好好的 啊 那只要拜祖先 就开始 不开心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学佛 你觉得呢 那个没学佛的 会把脏算在谁头上 没事学什么佛啊 就这样啊 你学佛之后 我们都不能拜祖先啊 我们祖先好可怜啊 但是呢 媳妇说 你都杀身 我们的祖先怎么会超度呢 这样我超度有什么用啊 对 能不能完蛋呢 我们想一想 也是这样啊 还没学佛之前 祖先都能超度哦 学佛之后 祖先就能不能度 很怀疑 我又写了好多牌位 啊怎么我的婆婆 还要坚持用这个啊 我都度不了我婆婆啊 是啊 这个 这个无解 这无解吗 当然有解啊 但是呢 我也可以说 我又没做过人家媳妇 我管人家 然后我们没有做人家媳妇的人啊 我们给人家交来交去 也是错 因为我们佛教啊 就是有一套 道德标准啊 对不对 杀身就是 你就没救了嘛 是不是 杀身啊 你就业障嘛 这个是正确的吗 是正确的 但是呢 我们要理解别人的看不见啊 好 那慢慢的改变啊 我们自己也是从看不见到变成 哦 原来是这样 然后从此之后就把我们的看见 强迫了别人也要看见 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悟到了嘛 所以别人都是罪该万死吧 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够了解他的点在哪里啊 他的点啊 他作为人家的媳妇 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这个代表他是一个好媳妇 这是家族的传统 可是要怎么做 我们我们要一起帮忙嘛 哎不过我们这个媳妇呢还蛮有智慧的 后来他就跟婆婆呢 争斗了几次之后就分工 婆婆煮辣 然后他煮菜 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好像也可以 但是还是不够好 对不对 不够好 因为你一边煮的时候 一边有怨念产生 你就心里面一直 一直有一个批判批判批判 是不是 很难啊 很难没有 很难不这么想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你多知道了一些 那我们的工作要什么 要慢慢的让很多不知道的人知道 关心菩萨的工作就是这样 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度众生了 他一定非常非常的了解 众生的盲点 他迷失在何方 迷失在何处 所以这个心目 心在哪里这件事情 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议题 你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心 出于文中 入流 你听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你的心 已经掉到那个情境 你要知道 你的心 被干扰了 你要知道 你的心 一直在进步 你要知道 你的心 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 你要知道 你要去看到自己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面对什么人 你都要看到自己的心 所以不是去读很多经 但是要学习 如何解决 就像这个地雷一样 我们经过地雷区 我有什么办法 就都被埋地雷 我的命好苦 这样子没有用 地雷还是在 是不是 好 那我要拆 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把地雷拆掉 偏偏又有人在埋进来 是不是 所以我不只是要能够见招拆招 我还要找到源头 到底是谁 在这边埋这个 好 好 当你看到原来埋地雷的人 是佛 如果你看到埋地雷的人是佛 你会感谢这个地雷 还是痛恨那个地雷 你要痛恨那尊佛 还是要感谢他 是不是 我们通常觉得埋地雷的人 一定是想害我 想把我害死 对不对 他一定是我的冤亲在主 结果你如果看到 竟然是佛 你会有一个想法 为什么佛陀要埋地雷 难道佛陀想害我吗 还是什么 如果佛陀埋了地雷 他是想干嘛 就是一个考验是吗 还是什么 好 那佛陀又告诉我们 众生都是佛 所以任何一个众生 他埋了地雷给我们 难道他不是佛 在埋地雷吗 不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你如果不能够把 害我的人 把他当成是佛一样来看待 你就会白白的受苦 因为众生在制造麻烦 给别人的时候 他是无明 他是无明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 他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 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他一定是无明 而且他也不知道 他做了这些事情会有果报 会去阿比地狱 害人是不是会有恶报 那他为什么要害人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相信有因果 他不知道有因果 所以他敢做坏事 那他是不是无明 他个性不好 因为他不知道个性不好 没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他就会 在这个无明的驱使当中 他就一直去 一直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他就一直在那个 错误的模式里面 轮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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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轮回来的人 都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没有一个好结果 所以那我们都没有人 教我们怎么样去照顾别人 去爱别人 然后也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去好好爱顾自己 都用错误的方式爱自己 是不是 如果最后弄得一身病 为什么许医师要痛骂那个病人 因为你会搞成这样子 一定有原因 你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是不是 造成医生的麻烦 虽然结局是名利双收 但是 这是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活模式下 是不是 好 那你说家族遗传 你家族 你已经知道家族遗传了 你还去生孩子干什么 必须要生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怎么 这样子才有业力延续 老实讲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 台中有一个居室 他们家的门口 项口 有三个兄弟 都是智能不足 他爸爸妈妈也智能不足 就一直生 是不是 那你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就是有人要来受这个报 所以他必须要一直生 你说明明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生 为什么 这就本能 就是本能 你如果说要节育 你应该要为那些蟑螂节育 蟑螂生更多 他也没有在控制自己的 不是吗 一次生就是一窝 如果要讲轮回的话 最惨的就是蟑螂 最糟的就恶道 畜生 六道轮回 你要制止的 应该要去把地狱的门关起来 叫他们不要去地狱 那最惨 当人还不错 还有希望 还是一个善道 是不是 好手好脚 他们三兄弟 虽然智能不足 是跟我们比不足而已 还是一个善良的小孩子 每天就在做职员回收 戴着帽子在大太阳底下 在那边整理报纸 整理纸箱 所以我们这居士很好心说 弟弟 这里有屋檐 你要不要到屋檐底下坐 才不会太热 他说不会 我们有戴帽子 这样了解吗 他就很乖 他有戴帽子 然后在大太阳底下 就每天就在那边整理那些 就是资源回收 你说他有没有修善法 有 有没有做坏事 没有 他们都没有在做坏事 是好人一枚 只是比较笨 没有那么聪明 有多少聪明 比他们聪明百倍的人 都在做坏事 所以你说 那他们是有业障吗 他们有业 但是不见得是障 是不是 没根本有 他存在的意义嘛 那我们要 要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众生的一个无名当中 你要觉醒 你要觉醒 你要看到 然后开始让大家看不到的 慢慢的也觉醒 你要找方法 你要学习 所以拆蛋 要拆解 每一件事情都是困难的 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 要推出伴手礼 所以最近就在吃 就是找素食的酱 来给大家 有一个健康的酱 其实吃素是这样 吃素 如果你觉得菜 有一点点味道 吃不下去 不够香 那就很简单 你就是找很好的调味酱 放下去 你都变成最厉害的厨师 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要鼓励大家吃素 你先用很好的调味 你就可以骗骗大家的味蕾 那我们就找好几家 有一个没有吃素的居士 他说师傅这个好好吃 原来吃素有这么好吃 所以他就推荐了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又找了另外一个品牌 就来比较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吃 结果就找这个老板 刚好我认识他 我说你为什么比别人贵 他说报告师傅 因为我告诉你 这里面就是差别 就在什么细节 第一个我们有去肤质 什么肤质反应敏感的成分 第二个我没有放胃素 那我要提味 我用菇香菇 天然的香菇的熬汤 熬了十个小时的汤来提味 所以我没有用胃素 但是这个成本就十倍 第三个我用夏威夷豆 而不是用杏仁豆 我说这有什么差别 不是都香香的 他说因为杏仁豆 那是因为用什么风采蜜 然后去这样子才有办法受粉 然后他才能够长成杏仁 这样子对蜜蜂不公平 所以他决定不要做 就是你看他有那个动物保护的那种概念 所以他就说他不要采用这个豆 他要采用那个豆 这个人有够龟毛 是不是 很讲究 他要求他自己的产品 完全没有害处 而且是很健康 来鼓励大家吃素 那如果差五块十块 我们要不要支持他 是不是啊 支持啊 是不是 那你说 如果每一个人 都这样子的去讲究这件事情 讲究自己所做的事 让自己的事情是很专业的 符合因果的 然后问问自己的心 没有妹子良心 那这个世界啊 就会改变 就会改变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做这件事啊 你那你为什么也想要做 愿意做这么傻 你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哦 可是他就是为了一个理念 在坚持 那那个理念是什么 那就是菩提心 我得到我 努力 所有的回报 但是我也在一个 不害人 而且还可以利益人的基础上 你才可以永续 才可以长久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看起来是 细节有差 可是 天差 地别 差一点点 就天差 地别 所以我们要问呢 出于文中 入流 往所 你的入流 是要入到你的菩提心 然后 对于 所有的 这些干扰啊 这些 无名的干扰啦 或者是呢 众生的一种颠倒啦 或者是他的执着啦 你都要练习 不要被这一些讯息 这一些现象干扰 你才能够 安稳的 度过 累生累劫 昆心菩萨就这样啊 他开始练习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是 一开始叫做初嘛 初心 他就没有 离开过他的本心 从禅宗的角度来讲 叫做不离本餐 时时刻刻 照顾话头 照顾念头 所以你说 有没有在餐话头 每天都在餐话头 不是你打残七才餐话头 你每天都在餐话头 你每天都在心的源头 去观照自心 这叫做观自在 那 所以我们今天呢 讲什么 一开始看见 从看不见到看见 透过 观 但是为什么你愿意 从看见到看不见 要发菩提心 那旁边的人 没有发菩提心 你先发菩提心 你先发菩提心 你看到的别人的 看不见 你才有办法帮助他 从看不见 变成看见 因为这个是佛陀的方法 有没有 阿南刚开始是看不见 看不见 摩登前女 也看不见两个瞎子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爱我 我爱你 其实都不是 我们爱的 从来都是自己心里面 想象出来的那一个 你不是真的爱对方 你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 你不知道他的本心 所以我们爱 是建立在自己的盲目 为什么爱会变 因为一开始 就是攀缘心的爱 你不是真心的 才会有这种变质 然后海事山盟都没有用 为什么会变 因为你一开始就 误会嘛 所以两个都看不见的时候呢 说不上什么爱啦 只是一种业力的相吸引 就是供业嘛 我就遇到了嘛 遇到了在所有的选择里面 他还可以啦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 我们有个居士 他说他嫁给他先生呢 就是那一年呢 他要相亲的20个 他是那20个里面呢 条件最差的 哎哟 他先生是前几天有来上课啦 所以好不容易度到了 然后他们在讲这件事情 我说哦 那为什么你选他 他说因为条件是最差的 但是跟我最像 两个人是同乡 然后同样的什么学校 然后又同样的什么 然后重点是对方很孝顺 但是其他条件都是不太好的 那这就是这个叫做缘分 是不是 我们不是看一般的条件 因为你 我跟你在一起 好 假如我需要看什么 哎呀 因为他会煮饭 啊 会洗衣服 那你挑的 不是太太 你挑的是费用 对不对 啊 因为他有房 有车 会赚钱 你挑的不是先生 你挑的是金主 哦 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你挑的是员工 啊 因为他爱我 好 那你挑的真的是 就是爱人 是不是 但是爱人需要条件吗 要谈条件 你 你不是真的在挑那一个 好 那结果呢 到最后就变成 两个人呢 啊 这这这 业 就是共业 共园 好 啊 共业共园呢 所以遇到了 其实每一个人 都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 你也看不见 我也看不见 对不对 好 但是在这个局里啊 有一个人先看见了 就是佛陀 佛陀是 已经看见了嘛 他知道我们的盲点嘛 所以他也看见了 阿南的盲点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阿南 先 从 看不见 变成看见 这佛陀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 我们让自己 从看不见 变成看见 我们学佛了之后 我从看不见 变成看见 叫开悟 我要能够明白 看到 自己的心的运作方式 好 那接下来 如果 阿南看见了 他就可以回去 看到 摩登前女 看不见的部分 就像刚才 美玲 看到他的同修 的盲点 啊 我看见了 我以前不知道 我就跟你草莓玩 那现在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你看不见的地方 好 我还可以跟你 假装 我也看不见 是不是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目的是希望 有一天 你也看见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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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重点是哪里 重点就是要从 看见 开始 相信 一切众生 都能看见 所以这一步经啊 是 的确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 一开始 佛陀就不去谈 摩登前女 跟阿南的感情 不去谈 因为感情不用谈 如果还要聊 那他们 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 那个都已经 都不是重点了 都跑到边边去了 重点是 你的心 是什么状态 所以吵架 不要问细节 你要问你的心态 你吵在 吵得在凶 你要问 你还要不要 继续走下去 你要不要修行 是不是 再苦 再累 那你要不要 继续修行 你要不要继续用功 啊 师父我遇到 这个事又那个事 对啊 那个就是 事情很多 地雷一大堆 那你要不要继续走 还是你要后退 还要放弃 啊 我们的无数节以来的选择 永远都是放弃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还在当众生 是不是 那观世音菩萨 他选择不要放弃 再苦再累 我就是一直拼了 所以走到现在 他 自在啊 就得到一个自在两个字 很厉害啊 是不是 菩萨呢 不经 不布 不畏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捏盘 怎么这么好 光是不用担心 不要害怕 不用恐惧 是不是 我们现在还是有 有所畏啊 有所畏惧啊 患得患失啊 那道场到底盖不盖得起来啊 有什么好恐惧的 盖不起来就盖不起来啊 盖得起来就盖得起来 盖起来也不是你的功劳 盖不起来也不是你的过失啊 就是尽力就好 是真的啊 啊 盖起来的 以后后继无人怎么办 你看 又开始想了 是不是 啊 后继无人 又不是你的问题 是不是 如果佛陀当时 就是因为想到现在 后继无人 那 你有机会学到佛法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就做那个 唯一那一个嘛 你就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 大家都没有学法 那我还要学 有什么意思 那你就不会当观世音菩萨 你就一起去当众生这样 是不是 所以 总是要有人开始吧 啊 总是要有人继续吧 总是要有人坚持到底吧 啊 那你就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楞严啊 楞严叫做坚固嘛 坚固的心 就是坚持走到底 好 那这是楞严经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要来谈 心 在哪里的七处真心 好 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呢 苗董楞严 七点半到八点 变成苗董楞严大灾问 会问问题 用题目来谈楞严经 这个题目呢 不是楞严经的题目 今天的第一堂课好像什么是真爱啊 我的天啊 阿弥陀佛 我们晚上要准时收看 大家一起来讨论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来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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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